你们都在骂中单和上单打野 难道ZGDX的AD位真的是不沾锅吗 这下连Chess们也放过了 厉害了 你们疯了吧 这森锅明确 我和楼主柔的没错 说到会 对中单并不是什么万里几个容易解决 而是货国邀请你打承认和记性文的虾稿 ZGDX要完 不早成 哪怕你是女朋友也不应该有选择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做他不想做的事 难听的话不想做太多 但是如果是你妨碍了ZGDX的责怪之路 请不要再化身份子来 在干什么 没什么 就是网上那些骂我们的帖子 你怎么进来又不敲门 你怎么了 我被绑架了 道德与良心 不是说好一起成长 一起变强的吗 怎么现在玻璃心碎了一滴啊 我没有玻璃心碎一滴 我只是在想 我们和阿尔法的比赛输了 所以网上有那些骂我们的帖子很正常 但是我更担心后面的比赛 万一要是输了的话 我就真的成了他们口中的那个 火焊 放屁 诚哥 那你不会觉得委屈 不会觉得后悔吗 没有 从来没有觉得后悔 是你想多了 如果我们入围赛全胜的话 那才会让人觉得不安吧 可是我不想输 哪怕是入围赛我也不想输 而且后面YQCB和反弹特 他们都很强 是啊 所以我们才要调整好心态 稍不留神状态不好 都是可能导致我们输比赛的原因 但这个原因 不会是你 还有啊 现在输 总好过到时候淘汰赛 和全国总结赛输吧 因为到了那个阶段 才是真的输不起的时候 诚哥 是不是觉得我一阵队操碎了心 该不该犒劳我一下 好 明天还有比赛能处理呢 我知道 王欣 我们不会输的 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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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就想让你几个人头吗 自灭意思 各位 正所谓乌鲁偏风连夜雨 由于最近呢 网上有很多对我们战队不好的言论 所以 俱乐部安排我们队长 去参加一次电竞直播访谈节目 来挽救一下咱们战队的口碑 直播访谈 诚哥必须要参加 是要算计较的 不去 这个不能不去 这个节目的赞助商 是我们俱乐部的合伙人 诚哥 这个你得配合一下 不然我怕王总又要跑来和你谈心 大家注意一下啊 现在是引导舆论的关键时期 上网看到不好的言论 一定要保持冷静睿智 睿智 你说谁呢 千万不要太激动 切记 平安和爱 好